那就先来一首六字琴摩 老规矩 黑木崖这位少侠女侠们 来一起看左上角 现在士气是多少 29万对不对 直播间600位少侠女侠 那就每人把士气一起来点到 30 33万整 33万整 我的琴弦就调好了 我们来一首六字琴摩 天龙八音 33万就可以 来啊 三十五字琴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嗯 全都忘了哈 都忘了耳朵这事了 谢谢小丫鬟提醒啊 摘下来了 摘下来了 你看 抖音神殿 32.2万点赞 马上我们就会达到33万了 33万我们将会来一首 六字琴膜 3万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万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万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万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4萬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传言和你们干一杯 干完这一杯 我们一起去笑耳浆 各位 来 这六指球模呀 可是 会伤到内地的 大家准备好啊 来 喝了 小公主 我们的女侠 简单女侠 饮渊 来干 各位小小女侠 好 换了个瓶子 是说传音吗 没有啊 就这一个呀 没有换了 嗯 西关月 这位女侠晚上好呀 欢迎回家 感觉不一样 难道 传音在习秦宫的时候 他也学到了一遭办事 和传音一样变化莫测了吗 好 接下来 我将为你们弹奏一首 林青霞的 林青霞的六指情魔 话说林青霞六指情魔 你们可看过这部电影啊 看过的朋友 扣一波六 没有看过的朋友 那你扣一波零 来 你们可还记得 他那世上多年的弟弟 叫什么名字 我就记得叫袁彪 袁彪是他的演员名字 还是他角色名字 来 六指情魔 送给周围了 周围 六指情魔有内伤的哈 经常谈完之后 他们会说 传音啊 我受内伤了 我吐血了 如何才能保证你们 不受内伤呢 一颗小新星附体 兄弟们 原本是演员的名字呀 我一直以为是爵士的名字 那他的爵士叫什么名字 来 六指情魔 田龙八印 兄弟们 没上小新星的 小新星附体了 好 小新星附体了 其他ess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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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八音 顾名思义 就是由八个音组成的天龙八音起 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曲子里面的豪情侠义啊 来喜欢这首曲子一起来口一波八我们至今永恒的经典天龙八音 感谢我们月月的天子鹤 感谢神送来的热气球 我们的榜式应该是一位女侠对吗 来 黑木牙优秀好姐女侠们 喜欢民族艺术愿意为传音上榜的作为少小女侠一人一颗小星星为民族艺术为传音来长长士气 有小星星的这一人一颗小星星啊 绑二绑三绑四都是女侠 黑木牙都是女侠呀 你看绑六绑七绑八都是女侠 黑木牙别的没有 这女侠可是众多 感谢感谢你这名字不好叫呀 感谢这位女侠送来的千词贺 叫你神这个字吧 我又怕被抬走 叫子明吧 有点怪怪的 换装了觉得好看吗 来家人们记得一起为周围少小女侠 为榜一李公子榜二小工具 榜三简单女侠点一波关注 为她们把士气长一长 好的飞哥 好下一首曲子来 你们想听哪一首 没有传音不会的 好下一首曲子你们想听什么 想听爱江山爱美人 选一 想听笑红尘 选二 想听 小庄密室 你选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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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起看看哪个票多呀 三多吗 看一下是哪个多 来兄弟们一起看一个哪个多 不然我得花眼 看起来是三多呀兄弟们 三是什么 三是孝庄密室你吗 好三多那就谈三 孝庄密室 各位老规矩 我需要你一句内力把琴调好 这音调好了才能把琴谈好 黑木牙将近六百位少侠女侠来一起看左上角 三十五万点赞 我们一起来每人点五十下点赞 把士气来秒上到这四十万枕 来诸位 当我们的士气达到四十万枕 转运将为你们来一首 这孝庄密室你 现在三十五万了 来只差五万 马上就会到 人多 人多 秒上四十万枕 让你展开你一双翅膀 旋律者放下放下 在肩膀 一生安心的梦里是明亮 你在那万人中 autonom扬鸟 无断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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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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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会说话呀 这次欢迎各位少侠女侠来到民族艺术黑木屋 来到此处你们就来到了江湖 我们谈的是豪迈 论的是洒脱 现在是36万点赞 来我们一起在每人点50下点赞 把士气秒上到这40万这 马上就会到40万了 来周围辛苦一下 周围传音弹琴也比较辛苦 我们练的是琴弓 练的不是铁沙爪 所以你们点赞的时候我也需要休息 好 37万了兄弟们 马上就在38了兄弟 39 40 我们已经台下20年工了 21年了 时间过得可真是快呀 一晃就21年过去了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学琴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学琴是我满四岁那天 我邻居是音乐学会的是古针学会的会长 他说你今天过生日我说对 他说好明天开始跟我学古针了 然后他说我邻居啊 从此我在苦海学琴的日子就开始了 他有一根小笨 弹得都是不好哦 就敲手背 你们知道敲手背有多痛吗 然后呢他不敲手背了又拍琴 也拍琴用使劲拍哈 他自己把那把琴拍坏了 他说那琴是我弄坏的 我说好像是您自己拍坏的吧 记得 我还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甚至我还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记得上幼儿园的那一年 我是两岁半 我背了个小包挂在博士上 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月亮型的小包包 我妈妈带我去买的 我就还记得一边走一边晃 我妈妈牵着我的手 送我去上幼儿园 没想到这一晃就这么久了 你们还记得你们小时候的事吗 不要问船员会不会 你飞机也飞呀我就会 小时候的事哈 不是每一个都记得的 只能记得一点点一个小片段 有的对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 像我像三岁之前 我又记得那么一点点 我还记得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生病的时候 就那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 过生日的时候 我要生病的时候 我娶人还差不多 我还娶一个无意高强的女侠或者少侠 我都没上过幼儿园 简单女侠 你没上过幼儿园 你是直接上小学是吧 看来你是天才 不上幼儿园的都是天才 我歌唱得不好 唱歌千万不要用滑子点歌 用滑子点我唱歌 我的粉丝在跳光 咱狗洞被我妈打 原来你小时候还真够狗洞 你妈妈背着你上幼儿园 你妈妈对你很好呀 小公主 果然是为小公主 上个幼儿园 她背着走 我们是自己走 自己走路 自己走路 三十九万了 对还差一万了 好 说明你很调皮 天若兰 记得事情 不记得是几岁 对 那曾经心爱的姑娘 这位悠然壮士也是一位茶子 三岁的时候有位小姑娘说要嫁给你 那你现在多少岁了呀 你去找她兑现诺言呢 你说小 你三岁的时候说要嫁给我 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兑现诺言了呀 李公子比船音大 四岁时能记住很特别的事 对 为什么我记得我四岁那一天 因为那是我噩梦的开始 从此 我就跟那个小板凳 还要把琴离不开了 每天就是练琴练琴了 练琴了 练琴了 四十万到了 到了到了 好 这位辛苦了 感谢你们 能够 为民族艺术 为传音 点赞 还有 这 上榜 来传音和你们干一杯 来感谢李公子 还有小工具 简单女侠 以及直播间周围少将女侠 来干了兄弟们 把你们的美酒加料 一人拿出来一杯 干杯 回去敬她两杯 哈哈哈哈 对 我每年只要回湖南 我都会去 我都会去看看我的琴慕老师 来干了 会散出泪光 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 也终不难忘 只等其合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 孝庄历史 你的酒壶在哪 好呀 这酒壶 周围 黑木崖所有十二级的 十二级以上的少侠女侠 都可以把地址发给传音 传音给你们 赠送一个和传音一模一样的 专用酒壶 你们可以在以后 一边听传音弹琴 一边和传音用此壶干杯 如何啊 好 好 吃了几个酒壶了 还没有一个 一个都没有 等一会干 干杯 好好好 再干一杯 来 那就依了周围少侠女侠 如此热情 来 把你们的美酒啤酒 一人一杯拿出来 我们干了这一杯 传音祝你们行走 江湖一帆风顺 来 李公子 来 这杯干了 只等到 其合 梦一回 那曾经心爱的姑娘 哪 我 都教主和教主夫人 哈哈哈哈 教主夫人多得很啊 黑木羊女侠都是传音的夫人 不知道她作为意下如何呀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接下来弹琴了 无妨无妨 皱皱巴巴的 不是更加的惬意和随意吗 你们可